动词保典18这一组相当重要 也不太容易 我们先看第一个 is pose是展示或者是暴露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第一题你看暴露在风雨之中 我们暴露有两个写法 第一个是be is posed to 第二个是is pose oneself to 如果是你 那就用is pose yourself to 后面再来加风雨 这个就是wings and runs 这个暴露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被动 be is pose to 第二个是is pose oneself to 那后面就加暴露在 你如果说暴露在阳光之下 那你后面就加sunlight 这样就ok了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写作模式 再看第二个compose的 构成有什么组成 或者是作曲 所以我们如果是讲作曲 那个作曲家 像贝德芬这些作曲家 我们英文就是composer 还有composer 就是作曲家的意思 等一下构成 我们后面有一个翻译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是很棒的一个 再来第三个propose是提议 dispose是处理或者是丢弃 下面有一些补充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动词字为pose 这种字为是pose的 名词常常是用position 它用position 所以呢或者是 这个sal 手念手 所以is pose 它的名词就是is position 还有一个是exposure 曝露 这两个名词都可以 第二个 构成compose composition 提议 propose proposition 也可以用proposal 这两个都是属于名词 不过大致上来讲 这个proposition 常常用在比较抽象性的 这个proposal 常常是用在比较实质性的 具体性的 所以我们要提一个proposal 提一个议案提议 那就用这个proposal 用这个字 第四个 dispose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可以当这个处理 可是很少用在这个意思 disposition 常常会用到的是指性情 或者是脾气 这个是经常看到的含义 disposition 那处理或者是丢弃 这个当名词 我们会用什么 我们会用这个字 disposal disposal 所以后面 这个 有些 补充 你看 proposal of marriage proposal就提议 什么的提议 marriage marriage marriage是婚姻 婚姻的提议 南方到美方家 来一个婚姻的提议 你猜不出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提婚 提婚提起婚事 这个就是proposal of marriage 那第二个disposal 处理 我们 看一看 disposal of garbage 垃圾的处理 trash rubbish 这些都是垃圾 所以垃圾的处理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写 好 刚刚有一个compose是 构成 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片语 是有什么组成的 英文是用be compose theoff 这个片语一定要笔起来 有什么组成 这是很重要的片语 好 这些 简单的 做个分析 补充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做个题目吧 第二题 There is an english proverb which goes which goes 就是讲前面的格言 他说有一个英文的格言 which就是讲这个格言是这样说的 我们用which goes 那么这格言是讲什么 man什么 God disposes 这个我们就翻成 人啊 只能够提供意见 提议 但是裁决的是上帝 God disposes 上帝会裁决 上帝会处理 好 这个格言啊 我们就翻成 魔士在人 尘世在天 人啊 只能提供意见 上帝啊 你要怎样啊 菩萨 你要怎样 可是 菩萨 上帝 要怎么处理 这由他决定 我们是 无能为力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用 man proposes poses out disposes 这是第二题的答案 我们继续看第三题的答案 If you are too strong sunlight 如果你曝露在强烈的阳光之下 for a long time 一段很长的时间 it will harm your skin harm the伤害 your skin 会伤害你的皮肤 英文 对什么有害 一个片语 是 do harm to do harm to 这个harm是当名词 所以这个也不错 给背起来 如果是对什么有意呢 对什么有意 英文就是 do good to 这个good也是当名词 不要以为是形容词 do good good就是有意 有帮助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 好 很清楚啦 这个答案就是用 如果你曝露在 you are exposed 这个是用被动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们刚才有讲过 be exposed to 或者是expose oneself to 这是利用第一组的表达方式 be exposed to 再看第四题 救难队是由十位强壮的三地青年组成的 我们要讲的片语就是这个 有什么组成 be composed of 很棒的一个写法 我们把答案给它完成吧 the rescue team 这就是救难队 有什么组成 人就是动词 它有两个是一直composed of 或者是一直made of 这两个动词片都可以 后面就有十位 这个后面我们用tang 强壮的 strong 强壮的 三地青年 我们就讲原始的原住民的青年 不要写成什么 mountain use 那就不对 三地青年 其实就是原住民的青年 pain strong oboriginal n a l oboriginal 就是三地的 也可以当名词 原住民 也可以当形容词 好 原住民的青年 use ok 这样就可以了 use就是青年人 可以当复数 这是第四题的 翻译 加句 你看还没完 suppose impose oppose 一缸子 pose来 pose去 所以suppose是假设 认为 这个单字 比较重要的 用法是在 这个片语 be suppose to 是应该的意思 be suppose to 好 第二个 impose是 增收 强制在某人的身上 有的 像有的 爸爸妈妈 强制把他们的意志力 这个 灌在 子女的身上 老师在这边 有写了一个例子 给同学做参考 说 你看 the mother 这个母亲 总是 impose和 will will就是意志力 把他的意志力 强加在什么身上 on 和children 强制在 他们的 孩子的身上 孩子要结婚了 这个 女儿带出男朋友 不行 老娘不喜欢 换过 这个就是 把意志力 强制 在某人的身上 这是impose 后面要配on 那么前面的这个suppose 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口语 如果说 人家讲说 他会不会帮助我 我请他帮忙 他会不会帮助我 问你的意见 那你觉得说 他应该会帮助 你就回答 I suppose so 我想应该会帮助 如果你觉得说 他可能不会帮助 你就讲 I suppose not 这是人家问你 意见的时候 你讲说 我想会吧 应该这样 应该不会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 他的一些 很简单的一个 基本的用途 那至于说 oppose 反对 反对比较重要的 也是 这两个片语 be oppose to object to 这两个 都是反对的意思 但是这个to 是介细词to 所以后面要加 那名词 比如说这个 be oppose to object to th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就是建造 什么叫建造 of a power plant power plant的是 炮是电力 plan是 厂工厂 发电厂的 新建 反对 反对发电厂的新建 我们重要就是 这两个片语 所以这些字 虽然很难 可是常常会配合 片语使用 好 加续 我们就 把这两题 给它完成吧 第一题 to preserve our surroundings 要维护 要维护 我们的 什么 这个 slaught 是指周遭环境 周遭环境 看起来 不要那么张乱 老师有讲过 如果一开始 是不定 子吐 后面有斗蝶 这个就表示 不定 是片语 不定 是片语 是动作 它是有动作 所以动作 就有动作者 动作者 就是在后面的主持 在这边 所以这边讲说 我们要保护 要维护 我们的 这个周遭环境 那我们就必须 什么 garbage carefully 我们对垃圾的处理啊 就要很小心 这一题要写的是处理 处理在前面 有一个 这个处理 dispose 好 这个答案 应该是在上面的 我们把答案 给它完成吧 we must dispose off dispose 后面叫off dispose off 就处理什么 处理垃圾 再看第二题 旅客应该在飞机起飞前 15分钟登机 好 应该 这一题 应该就是要 用刚刚老师讲过的 这个片语 be supposed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 这要小心 be supposed to 这个to是不定词 所以后面要加原型 这里be supposed to是反对 这个to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加名词 这种地方是常常出题的 因为容易疏忽掉 现在把答案完成吧 旅客 passengers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re supposed to 登机就是 be on board board on board就是开始登机 登机是多少 15分钟 之前几分钟 先写时间 15分钟 我们就用15好了 15分钟前 我们英文用 15分钟 然后before 15分钟之后 就15分钟 after 这个写法 要特别注意 before 在这个飞机起飞前 before的plan 如果你后面讲说起飞 那就是飞机起飞 可是你登机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快起飞 就是起飞的时间到了之前 那你要快点先登机 那这样子时间到了 英文有一个写法就是 be is do do就是到期了 时间到了 要起飞了 it's due to take off take off就是飞机的起飞 再来我们顺便做一个补充好了 这个飞机的降落 那叫 airplane is landing 哇 正在降落 那 飞机起飞前 会有滑行 滑行 加速 然后再起飞 这个滑行 好多同学都不会 他是用这样 is passing 好像是搭计承者一样 is passing 这就是飞机的滑行 然后呢 taking off 起飞 那回来的就 is landing 正在降落 这个坐飞机 你就会听到 有landing 跟take off 这两个字 好了 这个就是有关于 保典18的一些很重要的单字 老师就分析 讲解到这个地方 这一组 不太容易 要特别留意 对 现在